大家好 我是大伟 都说手是长寿门 一个人健不健康 你去看看他的手 握我他的手你就知道了 那么健康的人 往往手上手指是非常有力量的 同时他这个手指 你去看他这个大鱼记 你去看他的这个大鱼记 还有我们每个手指的指腹 它都是饱满的 里面这个血液感觉非常的充足 手脚都是红润的 那么如果一个人长期气血不足 他这个手脚你要捏起来 就是非常干瘪的 没有弹性的 所以说如果你的身体感觉 免疫力上面有下降 肾气有一些不足 那我们经常就可以去搓一搓手 就可以去帮助我们改善 我们身体的一个免疫力 同时如果你的心肺功能 感觉有些下降 也可以通过手上的一些血尾 和反射区来达到一个效果 那么今天大伟分享一个 非常好的方法 这个方法不需要你去取血 你只要每天去做一下手上的保健操 对于中老年朋友们的健康都能带来很好的帮助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动作怎么去做 首先我们把手伸出来 然后食指交叉 注意交叉的时候一定是我们中间的这个指节 指关节我们进行敲插 千万不要插到底了 就变成这样了 这样就不对了 是这样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 那么在这个手指关节交叉的时候 我们把我们的这个大鱼剂 这里你看去进行一个摩擦 大家去看一下 反复的进行一个摩擦 在摩擦的过程当中 其实就是给我们的手掌这一侧 这一侧给它进行了一个非常好的刺激 那么这一侧负责哪里呢 就是我们的心啊肺啊 我们的一些支气管啊 都是由这一侧啊 这一侧面积非常大 然后呢 同时呢 小手指啊 你看注意看 我中间这三个手指啊 是固定的 但是呢 我的小手指啊 是灵活的在摩擦 为什么呢 因为小手指啊 经常给它去进行一些啊 这个推揉 刺激啊 它可以去帮助我们提高咱们的肾气 所以这个动作啊 非常的好 但是细节一定要做好啊 在中间三个手指交叉 然后大拇指和小手指啊 进行来回的搓揉搓动啊 其实就是这边啊 是一个定点啊 下面啊 就是一个动点 我们就来回的动就可以了啊 这个摩擦的力度啊 一定要适中 你在摩擦到五到十下的时候 能明显的感觉 我们的手掌上面有发热的感觉 那么这个力度啊 就是刚刚好的 我们只要在左右进行摩擦的过程当中啊 就是保持一个 大概一到三分钟左右啊 看你个人的一个状态 反正没事的时候啊 它也没有次度限制 你就这样做一做啊 对于我们这个身体健康啊 对于中党年轻人们的一个健康 是非常好的 所以手势健康们啊 经常把这个动作做一做啊 就可以对于我们的健康 带来很大的帮助 那么今天的这个视频啊 就到这里了 希望大家把这个视频 分享给身边的朋友和家人 那么有不懂的啊 可以去下方啊 留言啊 大家别忘了点赞 评论加关注 我是大伟 每天都会分享一条 有价值的养生小视频 谢谢大家